台湾经济研究院在今天公布8月景气动向调查 除了服务业上扬之外 制造业跟营建业都下修 景气动向转为持平以及缓步回温 不过近期台风频传也让外界担心 是否农损跟台风价将会影响到今年GDP表现 台区院公布景气预测领先指标 三大产业营业测验点只有服务业小幅上扬 0.4点至84.47点 而制造业以及营建业双双下滑 台区院副院长邱俊荣表示 国外的景气表现稳中偏弱 台湾景气缓步回温 所以我们的感觉起来 我们的景气比较复苏比较快速 大概是在6月的时候 然后到了7 8月大概就景气在持平 所以我觉得目前我们这个景气的情况 是就僵持在这个地方 但是后面会是大涨或大跌 我觉得我们不要太过乐观 我觉得跟中国大陆那个L型一样 我们那个L的尾巴会非常的长 爱凤奇首周热卖成为半导体产业 科技业重要力多 不过台积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认为 销量不能只看前两周 台湾出口也不能只靠苹果 至于近期台风频传 包括美机在内连续三个台风侵袭 是否可能对今年GDP造成影响 其实保一并不是没有可能 其实说不要发生 第一个就不要发生什么重大的天灾人 或什么意外 台湾一年的GDP是7兆 如果因为台风放一天价的话 大概我们的产值 大概是占那个365分之一 大概是450亿 台积院认为台风影响股汇市停止交易 还有农产品价格大涨影响多个层面 但如果没有重大天灾人祸 今年保一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新台电视刘天长台湾台北报道 最高的就是 哦 都有没有